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刻便无需多言 吵声 一会儿你看见一位紫衣男子 把他引导到那个房间里去 有赏 快去 好嘞 走 坐坐坐 你来这儿干嘛 此话问得蹊跷 我来酒楼当然是喝酒来了 难不成还能干别的 当然不能 那你就在这儿吃 我陪你 今日得闲 不用修书 谁说我闲了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处理公务的 公务 来酒楼处理公务 有没有什么能效劳的 我帮你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别捣乱就行 好 乖乖 里边请 您上楼慢点 小心开机 这边 这边 糟了 小二怎么往我这儿领啊 完蛋了 走走走走 你这是 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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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请 来 请 小心 小心 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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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有没有想法 哎呀 怎么来当猴娘啊 嗯 这个猴娘当得有点狼狈啊 另外位花将临 凝结空气 待情到农时 两人之间密不可分的柔情密意恰到好处 此刻便无需多言 全世界突然安静 萧大人 长公主正在天字号房等您 这里是弟子号房 原来说我走错了 走吧 你 你干什么 我走错了吗 当然是你错了 能不成是我错了 郡主的安排怎么会错 尤其是刚刚那三步 不过你对萧子律倒是颇为了解 不知你准备如何对我 我跟她相识多年 有那么一点点了解 不是很正常吗 但主要还是为了帮长公主 我可从来没有那么对过她 你别误会 不过纸上得来终觉起 郡主下次再给别人出谋划策的时候 能不能自己也示范一下呀 你 好 郡主 您在这儿的话 那殿下也在这儿了 柜子里呢 这不正出来着呢吗 哦 哎呀 殿下 这俨然一副大业已成的笑容啊 啊 成了好啊 殿下您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们帮您 怎么说话呢 怎么能让殿下亲自动手 殿下 小心磕着头 谁